接下来呢就来依照这个电路图把那个电路组装起来 好那我边看电路边组装就把电路图留在左边 好然后右边这边呢就是我来组装电路图的画面 好那么这个怎么组装呢 就看一下先从这个正极这边开始看 好所以这边有个3V嘛 3V要接一个呃 沉黑沉金的30K的 好那我就拿出来这个30K的 那我正极就想说我接到最左边这边好了 好然后啊沉黑沉金嘛 沉黑沉金我就连过去横的这样子连过去 对起好了 好然后这边就连过去啰 那接下来看一下呃沉黑沉金这边连呃有个点 等一下又要拉一条线去电竞体那边 那我先左边线组完哈 然后要呃这边要连一个 欸光明二极体 好那我们就拿光明二极体 光明二极体 就是接到正极哈 好那短角接正极我就这样子给它接上去 就给它接上去哈 好那我把它折下来讲究一看 好那这个这个点就是 就是现在现在这个点就是电竹跟光明二极体的交界点 这个正极先拿拿掉 好电源我先拿掉 最后再接 好那这个交界点就是就是哪一个点哈 就是这个交界点就是这个点哈 好然后呢那这边这只脚最后就要接到负极去嘛 好所以这边就先这样 我正负极最后再把它接上去哈 那接下来呢这个点就要伸出来 伸出来给谁给给电竞体嘛 好那我就拉一条线的跨到下面好了 拉一条线 好所以这个蓝色的线呢 呃就是这边这条线哈 好那我接一个电竞体的B 那电竞体呃我老师记不得是哪一面 呃是哪一面朝上的啊 就赶快看一下 呃讲义啦 看一下电竞体哦好那扁的这一面 就朝上好看一下扁的这一面朝上 去看左边的就是B啊 好吐在这边好 所以扁的这一面朝上 好所以左边这个就是B 那B不就是要让这蓝色进来的地方吗 那我就这样子插进来 好那这样插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 这样把它放倒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呃B已经进来 那B进来的话右边这两个C跟E就打通嘛 好那C是要怎样 那C是呃要拉一个这个300欧姆的过来接LED 那300欧姆中 纯黑中金 好所以这边拿一个 纯黑中金哈 就从上面 拉过来到下面 好那这一条这个就是这个300欧姆的这个呈黑中金 好然后呢那就接下来接LED 接LED 那LED就从要跨到哪里 跨到C嘛 那刚刚C就是中间这只脚 然后就跨过去咯 就这样 从这个电阻过来 就跨到这边那这边就接到电晶体的中间的C 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一个E要接地嘛 好就这边就是接到最后复级 那我复级就会接到这个光明27D的针子脚 也会接到这边 那怎么做呢 我一样把它这个跨过去连起来 那接下来我就复级接 正级就接最左边这边 复级就接右边这边 那这样就好啦 好 好那这样就是看着那个电路图啊 慢慢这个脑袋里面去规划说哪边插哪边 哪边插哪边 好所以 所以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好 一暗的时候发现这个LED灯已经亮起来了 那亮起来之后 是不是现在的那个环境刚刚已经是有点暗了 我们就给它弄亮一点看看 所以我现在拿一个这个手机啊 打开它手电筒去照这个光明二极体 就哎就发现说真的照了光明二极体之后这个LED灯就熄掉了好那我就移开就亮了好过去就熄掉了好那所以确实有达到我们这个效果好在月亮的时候很亮的时候LED灯就会打开就就会就会关掉然后呢在暗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不是啊现在还蛮亮的嘛他怎么这个LED灯就会关掉了好然后呢在暗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不是啊现在还蛮亮的嘛他怎么这个LED灯就会关掉了好然后呢在暗的时候它就会亮起来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就会亮起来好那你可能会觉得就会亮起来好我希望它更暗一点好更暗一点就是例如说手去遮它才亮起来那大家就可以去想说那你要做到这件事要怎么调好你要怎么调那就可以去想说可以去改什么呢可以去改这颗电阻好大家可以去想说我如果希望它更暗的时候才亮起来那我这个电阻应该要调大还是调小好那这个呃这个题目很好玩就是大家可以去 思考一下想清楚啊想完再做实验啊千万不要说啊我试试看就好了就是要先想那想完也不是要只是想想完之后记得要试试看验证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正确好好那以上真的这个就是 迷你魔法车的实验11好黑暗中LED灯就自动亮了